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参考目视树目评估法 简称VTA 及日本树目医生系统 配合考量台湾树目的现况及特性 陆续建立了树目危险性评估系统 当进行树目检测时 欲了解树目衰退的原因 首先要进行树目生长外观诊断及判断 目视观察树目的树冠 树干 地际根部 及周遭环境四个项目 来判断树目是否有生长烈化的状况 例如 树干的枝叶是否茂密且完整 修之后的愈合情形 树干外部形状是否正常 树干是否腐朽及空洞 根系生长是否正常 根部材质是否腐朽等 周边环境是否有对树木地上部 根系 产生危害 或是成为限制因子等 树木上面是否存在有害生物 有无病原围生物 昆虫 菌类及蜀类 或其他复生植物等 由于树干外观的观察 容易受到人为主观的影响 必要时 应该使用树木外观健康评估表 评估树木健康等级 若经VTA初步判定树木危险性 主要是来自树干之影响 而需要对树干进行检查时 就可以进一步利用仪器 进行非破坏性检测 为了了解仪器重要的操作过程 现在以这棵树为例 首先 选择要检测的树干高度位置 通常经由树木外观诊断 而决定树干断面缺点最大的地方 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 是应用超音波或应力波仪器 检测所决定树干的高度位置 并从断面的不同方位 测出纵向或横向穿透时间 穿透时间树值越小时 表示材质越好 树值越大时 则材质越差 这个结果可以在现场立即初步判断 可能树干裂化程度及方位 第二 是应用断层影像软体 建构树干横断面2D图 图面以颜色及音素质大小来表示 以精确决定树干裂化程度及方位 第三 是应用钻孔抵抗仪器 由树干树皮向随心方向钻取横向阻抗图 由钻孔抵抵抗强度的大小 确认烈化程度与相对位置 抵抗强度越大时 表示材质状况越好 以确认烈化程度与相对位置 由于每棵树的状况都不同 当检测时必须考虑检测的目的及实际状况 去选择不同的非破坏性仪器 互相配合使用 最后 综合VTA与利用仪器测出的超音波 或硬力波彩色2D图 及钻孔抵抗图仆等科学数值 进行专业的判断 提供作为树木健康管理的参考 林业试验所对于树木危险性检测 仍继续研究中 欢迎来电洽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